他最近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只要基本盘就好 但是如果呢 人家可能是潜绿的 所以周一国变成 我想说应该是 他不想要怎么办才好 他要保着倒台北市 如果台北没有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大概会把所有的力量 其中就在台北市这个部分 万一他输到台北市以后 他大概当主题比较迟嘛 然后呢 陈建仁也会办法 接下来就选下2024的总统呢 台北市真的是 大家要小心一点点 脚背背 结果退退 你知道他当指挥的 那个司令官的时候 每一次就是你很棒嘛 他就不撩你那个样子 然后结局很帅 很蓝蓝那种 不然你是怎么那个样子 但是他现在不可以 所以他现在的装很nice 他真的有点像陈其脉2点人啦 你还记得他当立委 说很蓝蓝 我是你爸爸 我你爸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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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付军工叫我年轻 那个仇分子之高 他不能怎么抱起猫口以来 完全不一样你知道 还在咬 对啊 他怎么撞得住 我是不知道啦 他因为他嘴巴已经很习惯性的 你知道那种反应式的啦 但是我觉得有痛 可以跟我讲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 他现在的脚背背叫他腿腿你知道吗 哪有种做的那种骑士有吗 你知道叫他怎样就怎样 有的有 叫他喝啥就你 你再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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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的 不然就 你这样做好蓝啦 叫他跪就跪 叫他靠就靠 N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学姐黄静莹 比起熊赞 我更需要你们帮我按个赞 一年中我最爱的月份 就是你的订阅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学姐爱你哦 啾咪 我先给你一年来的月份 我先给你一年来的月份 我先给你一年来的月份